好 那么我们接着刚才的那一个课程来讲我们的这一个 第五章的第五小节head还有foot的一个区域标签 那我们在内容标签的时候呢 就是上一节课余留下一个问题 就是类似这一种得得QR Code的这一个东西是如何来实现的 那么我刚才就已经实现了这一个东西 好 那么我先把这一些东西都关掉 然后这些东西我也删掉 那我刚才做实验室叫麦子学院 现在我就叫做麦子学院 总共就四个字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如何来做 我现在就一步一步跟大家说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一边四种非种发生的 下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好 没有任何东西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做一个扩展 好 做一个扩展 那么它已经不是我们的这一个插件类型的 它是属于一个扩展 我们找到include里面的这一个taglab 好 找到taglab之后呢 我们直接复制一个arclistlab对不对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叫做我们的这一个麦子学院 对不对 我们来复制一个 好 复制完之后 这边不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串的说明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这种东西 好 然后arclist这边改成麦子学院 好 这边这边呢会有两个 这两个参数是固定的 不要上吊 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envs 这个是我们跟系统变量相关的一些东西 好 那么像这一些东西我们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c tag tag 好 然后这边有个return的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return一个麦子 好 直接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好 刷新 发现没有任何的这个 我们需要把这个也给去掉 不去掉的话 我们会跟arclab会冲突掉 会冲突掉 我们这个也删掉 只留下一个这样子简单的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好 刷新没有错误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麦子的三分大赛 还有麦子的三分大赛 就是这 好 为了跟大家说 我就是这一个 我这边1122 好 刷新 三分大赛1122 没错吧 说明我们这边是生效的 对不对 生效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c tag 我们看一下这种c tag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php的格式化字符来格式化一下我们的这个输出 好 然后再刷新一下这个东西 好 这边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一些跟c tag c tag 相关的一些类或者什么东西啊 好 这边我们看上去没什么用啊 好 我们用不上用不上对不对 用不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if object 这是什么东西 好 这边就会有一大串的文章跟文章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这边有个aid107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收到107好可以 我们可以收到aic id的一个东西啊 也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一个dssq了 好 也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一个跟文章相关的所有东西啊 好 假设说我们要在这一边使用我们的这一个呃数据库要如何来使用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形式对不对 它下面会有一个 数字这个东西对不对 好 到这一步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找一个还是找到刚才这个alc lab这个东西啊 好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 刚才我们已经收到一个了哈 ok 那我们就不继续收了 我们再就是把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搜索 正好这个是获取我们home page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log输出出来好 这个很简单就是home page那一个生成的那一些东西啊 好 然后再刷新 好 他是会说看到object就是找不到我们这个东西啊 找不到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 用这种形式看一下是不是 刷新 ok 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使用sq了 就是这样子来使用 好 然后后面我们这一个是一样的东西 好 你也可以在这边处理完结果之后 然后把结果return给我们的前台去 return什么东西呢 我们 这个log下面的这一个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template给返回回去 然后再把这边给刷新 好 就把我们这个书返回回来 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 非常简单 然后呢 然后呢 假设说我们需要对这个传值啊 刚才我又大概的看了一下 假设说你要对这个传值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传啊 怎么来传 呃 传值的话 我们也是找到这一个东西来 然后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些东西 哈 找到这一边 老实 我们看一下找到它解析 解析我们这一个标签的地方 解析标签的地方 这个没有解析标签的地方 不可能呢 好 这边会有一个order by 好 它这边有一大幅解析的啊 太多了 我们找一个简单一点的 我们就找刚才我们 呃 参考的这个QR code的这个东西 好 在这边有个属性处理 对不对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放到我们麦子的lab这边 然后呢 属性处理这边 type跟id 然后 现在假设说我们来输出一下id 这个是解析我们这个atd list的东西啊 我们现在来 解析一下我们的这个dollarid 看一下有没有东西输出 现在肯定是没有东西的啊 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没有任何东西输出 然后我们在前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让它id等于我们的123刷新 看到没有 我们就获取到我们这边定义的这个东西了 好 那边还有一个type 我们把type变成我们的mine 好 我们就少一个字符 然后再把我们的type也给答应出来 好 麦子也答应出来了哈 假设说你要新增字段的话也可以这样子ddd 好 就这样子来区分我们的属性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把ddd也给输进去 ddd111对不对 ok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定义我们的一些参数啊 定义我们的一些参数 那么假设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动态的把我们的这个id传进去呢 其实我们没必要从这边传对不对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个ctag 还有我们的这个if 这里面呢就会有我们的这一个文章id 叫做arcid对不对 刷新 没有这个东西对不对 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输出一个所有 好 然后找到我们的107 叫做是大写的id对吧 arcid 然后我们再刷新 好 我们就把107这个找到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两个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有用的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遗留的一个问题 正好我们这一节课的这一个head跟foot的这一个 标签会比较少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一个拿出来多讲一点 好 那么讲到这一边之后 我们就大家应该知道怎么来处理我们这一个扩张了吧 然后使用的话就是这么来使用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好 搞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hide跟foot的一个用法 我们找到mites 然后找到hide来 这边有hide正有三个hide对不对 我们全部关闭一下 我们使用的话使用的应该是这一个 好 使用的应该是这一个 我们现在来在这边书几个s 然后在这边刷新一下 好 没有出来对不对 没有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文章使用的是哪一个hide 好 我们调用的是hide2 对不对hide2 好 那么我们就用hide2来做一个 先做一个例子 hide2的话 这边就会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 这些gruber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加入社长之类的 稍微有首页 好 没什么好讲的 这是两个广告位也没什么好讲的 好 这一个是我们调用我们的频道 type等于top 然后这一些东西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那一个标签的一些说明 好 自己试一下 这个很简单 好 这边还会有一些搜索的字段 然后它热门标签 我们看一下热门标签是什么东西 好 在这边热门标签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些热门标签要在哪里去设置呢 假设说我们要自定义这个热门标签 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有没有这个东西 好 首先第一步 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那一个CMS 他一般情况下 他可以在这边去自定义这些东西 自定义这些东西 好 我们来再找 性能没有对不对 其他也没有 模块也没有 好 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核心 核心这一边的话 找到我们的 TAG标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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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边的话 就会有我们的这一个TAG 对不对 那这边是可以提起TAG 但是不能新增 但是不能新增 那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新增我们的这个TAG 新增我们的TAG 当然它开始的话 比如说我们从1到100来获取我们的TAG 好 获取完成 对不对 就会有这么多 那么这些TAG的话 其实就是调用的是我们的这些关键字 调用的是我们的这些关键字 那我们放到最末页 对不对 其实可以不用最末页 因为我们是到100的 所以说我们随便找一篇小100的ID就可以了 好 这边有一个什么新技术 对不对 新技术的话 这个就是在我们TAG里面也可以搜索到了 好 在这边它的文档数是1 对不对 文档数是1 然后我们在这边再刷新一下 好 它就会多了这么几个东西出来 多了这么几个东西出来 好 假设说我们需要把自定义一个东西 让它像最终 比如说我们把它的点击量调成100 好 调成100 然后再点击我们的更新 好 只要提醒我们已经保存成功了 对不对 这个本地怎么会给我们卡的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到精通在这 在这个地方 精通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 我们需要呢 根据我们的点击力 来做我们的这个排序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 就需要把我们的这个tag 给修改一下 那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在include 叫做taglab里面 找到我们的taglab 对不对 好 找到我们taglab之后 我们需要知道 这一个字段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检查的这一个功能 检查的这个功能 然后不要用舍机板模式 鼠标选中这一个东西 它叫做一个cont 好 那么我们来接着看 它的一个排序 一个排序 好 这边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这一个30逗号 它是有一个默论词的 所以说我们刚才那个自定义的东西 也可以有一个默论词 好 其他不管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 from 这个where aid等于这一个 好 这边看到没有 它有一个什么 type 对不对 type id 默认的话 它是等于0 等于0的话 就是我们的更新插入时间来做的 好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它的 这个不是type id 是我们的 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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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文章里面对不对 更新一下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排到排到 好 假设说我们就是有一个TAG 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让他排到最前面 对不对 我们可以点击确定 然后呢 我们在tag这一个地方 进行一个管理 我们现在就是100到200之间 来获取一下TAG 好获取完成 获取完成 我们再点这一遍 得舍 最前面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发现没有这个东西 116 他已经被分隔成这个东西了 分隔成我们的这个TAG标签了 好 那么我们可能还不太好这样做 当然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最土的方法 一个最土的方法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假设说我们要加一个关键字 对不对 加个关键字 那这边的关键字链接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 自定义关键字 让他排到我们的前面 对不对 这个名的不行 我们可以按的来嘛 自定义关键字 那我现在要让他到最前面 就最前面 系统的查物词标签可能移除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你这个关键字需要 是在我们这一个TAG标签里面能找得到的 在这边能找得到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D1D 关键字叫做D1D 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的啊 刷新 D1D我们看一下 好 D1D就出来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TAG已经讲完 好 没有其他的 那我第一个Head我就关掉了 然后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广告位搜索 标签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移动版的一个东西 广告位标签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也会有一个Cartoon Style 也会有一个Cartoon Style 好也会有一个Cartoon Style 从这边到这一边 没有什么 好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这个已经 以前之前讲过的啊 已经讲过的 所以说我也就不讲了 那这个是我们的导航的一个Head 好 Head 讲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Foot 有没有东西需要讲的 Miles Foot Foot 也有两个 一个PC绑 一个我们的手机绑 那先看我们PC绑 这边有一个Powby 德德CMS 好 那么这边东西 我们看到 像我们这个 下面不是有一个Powby 什么德德 什么什么东西吗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Powby 麦子学院 对不对 然后麦子学院的一个成立地址的话 你就自己写了 然后什么Copy 什么东西的啊 我们就直接这些不要了 刷新 对不对 Powby 麦子学院 然后下面有一个直梦科技 所有什么东西的啊 那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在我们后台 的这一个系统基本参数 里面去修改 这是Copy Letter 这一个Copy Letter 麦子学院 跑到第一个去 好刷新 看到吗 Powby 麦子学院嘛 然后有个什么 版权所有 版权所有 我们看到 在哪里 我们可以把这个版权所有 被它加了一个得到CMS的一个强制的一个字符创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 好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给去掉 我们搜索整帐 然后把这个 Powby 全部都找出来 全部都找出来 好 然后这边就会有我们的这个东西 好 说明它不是 哎 看一下 先别说太早 看到没有 在我们的CATS这一边 我们把这个CATS打开 CATS这一边有一个直梦科技 麦子学院 好像又没有对不对 没有的话 我们把这一个后面的这个备案信息给删掉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出现 好 版权所有Powby 得到CMS 好吧 那大家这个可以自己去删一下 我就不跟大家删了 反正就是在我们Powby这边自己去搜索 好 又或者是可以这样子 查找一下全部 好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得到CMS 对不对 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保留这一个 因为它这一个也是开源协议下的一个协议部分 建议大家保留 如果说你实在想删掉的话 就用这种方式去搜索 搜索完之后 再去删 好 按这种情况的话 它应该是放到我们的JS 或者是哪个地方去 大家自己去搜索一下 摆渡一下相关的支持 那我就不给大家删了 好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的话 就把我们的第五章都讲完了 相关的一些标签就只有这么几个 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自定义的lab 麦子那个lab 大家多去看一下 那个还是非常有用的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听讲 感谢大家听讲